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 在法律這個範圍的最後一支影片 我們要來和大家聊聊法律的功能 以及一些小小的反思 在理解了人們有這麼多的權利、義務 同時許多權利可能會相衝突之後 大家對於法律的功能應該就更有感覺了 首先,法律的功能就是可以保障人民的權利 同時也讓政府依法行政 避免政府過度的擴張權力,侵害到人民 另外,因為人們的權利可能會互相影響 因此,法律可以維護社會秩序 它會對基本權利產生一些限制 同時會對於衝突產生時 應該怎麼解決、做出規範 最後,法律還有刺激社會變得更好的功能 例如藉由立法的過程 可以促使我們的社會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像是終生學習法的制定 確保人民可以持續學習的機會 在介紹完了法律的基本知識後 我們想要針對這幾支影片 讓大家進行反思 首先是我們一直和大家討論的 社會跟個人到底哪個比較重要呢? 在發生衝突時,到底是誰要讓誰呢? 我們來看看一個例子 國民黨立委許玉仁在日前提議要監控社群媒體 在後來為了使用監控這個詞道歉 他這麼說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或許就是因為人民擔心政府可能會利用社會安全的理由 過度地擴張政府的權力 進而侵犯到人民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今天滑FB留言 結果因為你罵政府而被留了一個紀錄 這樣是不是就是嚴重侵犯你的言論自由呢? 不過也有人站在社會安全的角度 認為如果可以監控社群媒體 或許可以讓社會更容易控制 更加的穩定 在這邊就留給各位思考囉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關於法律的經典問題 究竟惡法非法還是惡法依法呢? 說白話一點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合法通過了一個不好的法律 它到底算不算一個法律呢? 人民究竟是要遵守它 並且等待機會去廢止 還是應該要直接反抗政府呢? 如果起身反抗 是不是代表這個社會沒有秩序了 假如看不慣就可以造反 可是如果不起來抗議的話 誰能確保這個法律 真的能被廢除呢? 通過這個惡法的民意代表 還有可能代表我們的民意 順利修改或廢止這個法律嗎? 最後一個問題 法律究竟是保護好人 還是只保護懂法律的人呢? 很多人可能會說 我一輩子不可能犯罪 那我幹嘛懂法律啊? 不過如果不懂法律的話 有一天碰到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時 連哪個權益都受到損害都不知道 又要怎麼為自己爭取權益呢? 或者政府違法讓你的權利受損失 又要怎麼為自己 為自己想要保護的人起身反抗呢? 今天的公民釘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於我們剛剛的問題 有任何意見或看法 歡迎你到Facebook留言或私訊告訴我們 或者是在YouTube的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很期待聽到你的觀點 只要搜尋公民釘 照尋影片分享平台就有囉 觀民釘 我們下次見 拜拜